是一个好人好事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是有一个网民啦 他就是post这个故事上网 因为他就是坐巴士的时候呢 他就遇到一个车长 就是开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外面有建筑工人啦 他在修东西 对 对 他在修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他就停下来 然后把他那个车座后面的那个面包 递了一包出去给那个建筑工人 所以他当时就很好奇 他就去问这个车长 是不是认识外面的那些工人 车长说他不认识 他就跟他讲他自己的故事 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呢 当过建筑工人 所以他可以切身体会到 这些工人的不容易 然后在烈日下的辛苦 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 喝一罐汽水 吃一个面包 都觉得是很奢侈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后来呢 他是遇到了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 类似于工头啦 当时是建筑管工 然后应该是一个印度人这样子 然后就鼓励他说 年轻人还是要有一技之长啦 然后让他不要一直做建筑工人 去做点别的 所以他就慢慢换换换 后来才当巴士车长 然后呢 这么多年以后呢 这个巴士车长就一直记得 他要永远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所以他就 每天呢都会多买几份面包 基本上他每天会买六块钱的面包左右 然后如果就经过看到那些工地的工人 他就会去送给他们吃 所以他是在开车的路上 然后就停下来 对 就还好这个 这个Po的这个男生 他其实是看到好儿那一面 因为如果你往那边方向想要 可能就是 为什么搭乘那个巴士 然后就一直停下来 他应该也没有一直停吧 因为他一天大概就送个三份左右 对 所以能够遇到他停下来给 那也是运气了 所以他就放上网 然后就获得很多转发 对 他放上网希望大家学习 就是这个车长 饮水思源的精神 也就是 大家就转发转发 很多人很喜欢 你充满的正能量 对 然后也是有很多网民去留言说 感恩的人永远都会记得当年受过的恩惠 并将其负于其他人 然后也有人说 需要更多像巴士车长这样的人 是的 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留言 大家 有在说新闻吗 在说晚餐要吃什么什么 我现在有点担心那里鸡的安危好吗 他还在说上一则新闻 那个小鸡的那个问题 真的 每一则留言都是在说小鸡 所以他们是怎样 要把那些鸡怎样 要拿那些小鸡 然后 你们好残忍 拿去煮 应该不会啦 如果你真的要去投票的话 应该有一千个人就跳出来 对对对 九百个 九百个 一千个投票九成的支持 可能就装电 然后在那边看 他们居民真的有说 听到鸡如果突然间有不寻常的吵 他们会跑下去抽热闹 因为要不然就是打架 鸡打架 要不然就是 真宠吧 类似 就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他们就会去围观 人围观鸡 大家如果没有要说新闻 那我们就算了 GM说今晚吃猪脚 我们是要讨论晚餐 我们要开一个节目 晚餐吃什么是不是 是一个下饭的新闻 那我们的那个直播时间可能要延后 在晚餐的时候讲 好啦 人数下降了 大家都已经去吃晚餐了是不是 做晚餐了 好吧 好吧 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就今天的那个晚报三则新闻 那明天记得继续收看我们的新闻墙 先看 然后可以一边煮饭一边看也没有问题 只要只要有人数就好 没有啦 我们也在乎 我们在乎你 要要真的看啦 OK好 明天应该是 立民吧 立民 立民会出现 那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